日诗记第十五章 过了些日子到戈麦子的时候 参孙带着一只三羊羔去看他的妻 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 他岳户不容他进去 说我估订你是极其恨他 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 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 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 参孙说 这回我将害于非利式人不算有罪 于是参孙去捉了三百只狐狸 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底捆上 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 点招火把 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式人站着的河架 将堆积的河困和未割的河架 并赶南园尽都烧了 非利式人说 这事是谁做的呢 有人说是亭拉人的女婿参孙 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 于是非利式人上去 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 参孙对非利式人说 你们既然这样行 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 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 连腰带腿都砍断了 他便下去 住在以坦盘的血内 非利式人上去安营在犹大 不善在利息 犹大人说 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 他们说 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 他向我们怎样行 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 有三千犹大人 下到以坦盘的血内 对参孙说 非利式人挟制我们 你不知道吗 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 他回答说 他们向我怎样行 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 犹大人对他说 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 将你交在非利式人手中 参孙说 你们要向我启示 应成你们自己不害死我 他们说 我们断骨杀你 只要将你捆绑 交在非利式人手中 于是用两条新绳 捆绑参孙 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 参孙到了利息 非利式人都迎着喧嚷 以赫华的灵 大大感动参孙 他臂上的绳 就像火烧的马一样 他的绑绳 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他见一块胃干的驴腮骨 就伸手拾起来 用以击杀一千人 参孙说 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 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 说完这话 就把那腮骨 从手里抛出去了 那地便叫拉莫利息 参孙胜觉口渴 就求告耶和华说 你既借仆人的手 施行这么大的拯救 岂可认我可死 落在未受割离的人手中呢 神就使利息的挖处裂开 有水从其中涌出来 参孙喝了 精神护原 因此 那全名叫尹哈格利 那全 直到今日还在利息 当费利士人 挟制以色列人的时候 参孙做 以色列的士师 二十年